刘振伟最新癫狂报销剧作《月光宝盒》 今日在香港旺角新世纪广场举行宣传活动 主演郑中基 梁永奇 邓丽新等悉数出席 该片已集合了58位华语影台戏剧明星的超强阵容 讲述了一个傻瓜拿着盒子从现代穿越回赤壁时代的故事 来试得开心一点 今天元宵街节 你一起往左边 好不好 一起往左边 左边我们的记者朋友都要照顾到 一起往中间 中间 中间 在片中饰演山贼青衣色的郑中基 被邓丽新私下投诉 抱怨他居然拿糖水泼了自己满身满脸 谈及此郑中基立刻辟谣 笑颜喷糖水纯粹是剧情需要 加上导演要求 为了追求更好的写剧效果 自己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那一场戏其实没有拿糖水喷它 它是扮演一块皮 它是一个画皮 所以它没办法自己用手吃东西 那我只好就是喂它 但是它嘴巴又不张开 所以一直一直到从离它很远的地方 就拿条根喂它去 就是泼过去给它 然后搞到它满脸都是 不干我的事还是导演叫我这样子 首次挑战古装造型 在片中饰演一位西域公主的梁勇琪 显然对于自己的造型也是十分满意 今天恰逢元宵佳杰 当问到她会如何度过梁城美景时 结局表示事先已经约好了一大班朋友出来吃饭 不过她们清一色的都是女生 我很喜欢这一次的造型 因为我有三个造型 然后最喜欢是海报里面的那一种 像一个中东的西公主的样子 以前比较没有这样打扮过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古装西 所以在试衣服的时候已经很兴奋 我今天晚上是约了很多的女朋友出来吃饭 因为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 然后都是女生